李恩 你喜歡劍術之道嗎 劍術之道 金 那似乎 那似乎不是討厭或喜歡的感覺 而是某種理所當然存在的東西 就像自己一部分一樣 你喜歡劍術之道嗎 那就好 我也一樣 那就是我 我沒有喜不喜歡 那就是我 就像我沒有喜歡或不喜歡自己 因為那就是我自己 劏拉 嗚呼呼 嘿嘿嘿 雖然好像不太懂但好像很好 我們並沒有吵架啊 是啊 你們 真是的 你們就你們兩個在那裡擺出一副什麼都懂的表情 這樣的話 一直煩惱 該怎麼讓你們和好的我不救 欸 亞莉莎你怎麼了 他們 看來似乎 讓你擔心了不少 是啊 我的事情你們不用管啦 真的愛操心欸 亞莉莎愛操心 看來終於解決了 哎呀 什麼女生的聲音 老闆糟糕了糟糕了 怎麼了 有什麼事情 誰跑過來了 又一個妹妹跑過來了 怎麼了一大早這麼吵 是說 露蟹 露翼蟹 你來的太慢了 怎麼了 對不起對不起 因為我聽說了一些事情 不說了發生一個很糟糕的事情 大四集那邊出事了 出事了 出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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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大四集擺攤位 晚上被弄得亂七八糟 連商品都被偷走了 太誇張了吧 這裡的治安有這麼差嗎 這 偷竊事件 還真的是 這樣的話大四集應該會比較晚開吧 等待的客人 也應該會增加 在這裡等待的客人也應該會增加 錄翼蟹 快做好準備 好的 有東西被偷了耶 你們幾個就別在意 開始實習吧 今天一整天好好加油喔 嗯 是的 我們走了 有小偷耶 居然有小偷 果然起了爭執耶 怎麼辦 嗯 真令人在意 反正很近 真想去看看 嗯 在實習前 先到大四集看看吧 反正很近 好啦 反正很近 我們就先去看看 這裡 啥進來 這裡 先跟你講話 呦 不好意思喔 現在大四集還沒 還沒 是我們啊 吉普森 哎呦不是昨天的學生們嗎 是啊早安 看來果然是 延 延 延 拖延到了四集開始的時間呢 嗯 你們聽說了 盜竊事件 是吧 對啊 受害的傷人們 好像起了非常激烈的衝突 這個混帳 我絕不原諒你 打起來了 剛剛那是 總管過來調解了 可是好像無法平起的樣子 希望不要發生流血衝突 還有流血衝突喔 是抓到 抓到小偷了嗎 怎麼辦 黎恩 為什麼要問我 我現在變這個 這個 這四人小組的leader 是不是 黎恩 那個 可以讓我們 去看看嗎 好啊 如果你們 或許 可以幫得上總管的忙 不好意思 可以拜託我們 去嗎 包在我們身上 那我們就快去吧 就這樣過去了 又是這兩個人 竟然把我的攤子弄得亂七八糟 你這個卑鄙 的 鄉下傷人 欸 你沒有證據 不要亂講話 反正一定是你搞的鬼吧 給我老實的 招認 什麼東西 你這個地多的爆發戶 爆發戶 你是故意要 想要獨佔我的攤位 才這麼做的吧 你們兩個冷靜一點 不僅裝傻 還把責任推給我 開什麼玩笑味 要打嗎 正合我意 他們要打咧 你們行嗎 等一下 唉唷 真相只有一個 事情的真相 只有一個 喔 是你們 我們來了 又是你們 怎麼了 掃多嘴 我要爆攤子的仇 仇 什麼仇 都砸爛了 都被砸爛了 唉唷 兩攤都砸爛了耶 其他人的攤位都沒事 是不是 只有這兩攤被砸爛喔 被破壞成這樣子 這兩個人的氣很多捏 這兩個商人 而且還不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 其實知道啦 只是不會去記而已 但是 即使毆打對方 被破壞的東西也不能復原啊 馬可 喔 他叫馬可 氣很多捏 不 不這麼做的話 驗不下這口氣 你不知道多少人為了一股鳥氣 然後送命 不如 好好整理 繼續賺錢吧 連商品都會偷走 根本不能做生意啊 你這大言不慘的在說什麼 這些都是你做的吧 快點把我的 攤子和商品 規復原狀 喔 要打起來 又打起來了 又在親親我我了 又在親親我我了 喔喔喔喔 完全聽不進去啊 他們又在親親我我了 喔 怎麼辦該怎麼辦才好 到此為止了 唉唷 有人來了 唉唷 他們出來了耶 他們本來不是不管的嗎 領方軍 領方軍出來了耶 他們不是不管的 領方軍終於出來管事了 一大早在搞什麼東西啊 快點結束爭執立即解散 嗯 可是 老先生你是大師級的總管吧 快說明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呃 這個嗎 是這樣子的 喜喜叔叔 喜喜叔叔 好啦 喜喜叔叔了 喔 原來如此 怎麼樣 有辦法嗎 找得到嗎 領方軍你們要負責抓小偷啊 你們不是維持正善治安 現在都有什麼東西被偷了 太誇張了 你們在搞什麼東西 那你就簡單了 把這兩個人一起帶走 是 兩個人都有嫌疑喔 什麼 嫌疑犯 兩個人都是嫌疑犯 以嫌疑犯 帶走 這是為什麼 兩個 攤子都被砸了 甚至有商品都被偷走 兩個互看不順緣的商人 同時放下了同樣的事情 這樣一想 就說得通了吧 你們怎麼不想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外面有人從中作梗 怎麼這樣 連調查都沒有 實在太強硬了吧 對啊 都不調查的耶 冤罪 冤罪啊 這就是冤罪 嗯 領方軍哪有 控小事 好了 怎麼樣 如果要繼續鬧去 再鬧下去 只能這樣處理了 這是 他們要當作沒這回事 好像是這樣回事 商人只能往苦裡吞了 太可憐了 兩個人都在哭哭了 哭哭 很好 我也不想增加多餘的工作 今後小心點別給我惹麻 太多麻煩 呵呵 那我失陪了 畢竟我也很忙呢 根本就沒做事嘛 整天都在爽 魔物也不清掃 還要我打 欸我還沒罵過癮 給我回來 回來啊 他們就這樣跑了 走掉了嗎 雖然爭執勉強落幕了 這也太亂來了 那就有領方軍的做法嗎 點點點 雖然兩位都有許多不能接受的地方 但是你們最好還是冷靜一下比較好 打起來之前應該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吧 也對 我好像太激動了 被呵斥一下就冷靜下來了 為了讓大四級 開市 得快點收拾被破壞的攤位才行 已經有點太遲了 不好意思 大家請分頭幫忙 奧圖總管 像所有在場的三人這麼說 開始收拾被化的攤位 靈人等人也參與了幫忙 雖然晚一點 但大四級還是順利開市了 走掉了 我們又回來喝茶了 沒有 這次連茶都沒有 多虧了你們大四級才能順利開張 我得向你們道謝 呵呵別這樣 我們沒做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不過話說回來 那場爭執沒人送傷真是太好了 關於這件事情 我也得認真地向你們道謝 對於商人來說 商店就像生命一樣 我可以理解他們的憤怒 但是老先生 凱爾迪克所面臨的問題 事物比我想像中還要深啊 深刻 雖然領邦軍過來了 結果卻什麼也沒解決 我覺得他們 他們用的方式就是 瞬間讓他們冷靜的方式 到頭來還是要自立自強啊 聯邦軍確實有 瞬間阻止他們的吵架啊 不能說什麼都沒有解決 他們果然沒打算認真處理 是沒有很想認真啊 大四級的問題 只要我們不取消 對增稅的陳情 他們就會一直保持這個態度啊 即使如此 沒想像這麼露骨 再這樣下去 兩位商人 也沒有辦法和平收場 是啊 要是消息闖開了 最糟糕的可能導致客人疏遠 這裡吧 雖然我 認為這樣下去也不行 怎麼辦 一個四級會打架 那 以後還會有人來逛嗎 就像一個夜市 一個夜市有幫派 幫派在那邊鬥毆 你們會去逛那個夜市嗎 不會嘛 這太可惡了 怎麼了 黎恩從剛才就開始不講話 你不舒服嗎 黎恩 靈光乍現 有件事想拜託你 這次的事件能夠交給我們調查嗎 唉唷唉唷 我們要當名偵探柯南了 咦咦咦咦 你的意思是 讓我們找出破壞攤位的犯人嗎 昨天我有問過大四級的問題 是我們自己商人的問題 雖然很謝謝你的關心 但是你不需要在意這件事情喔 不 你都把我們坐來這邊喝茶了 就是要我們做嘛對不對 眼前發生了不合理的事情 該負責的領邦軍也無法依靠 那麼身為軍官學校的我們 不可能視而不見 我覺得黎恩就是有那種 就是被壓榨的心 就是 什麼事情都要往自己身上攔 才配當做主角 主角命就是這樣 什麼事情都要做 我們趕快來做 雖然是這樣沒錯喔 但是調查這種事情 我們真的做得到嗎 是啊 我們完全是外行人耶 應該至少等待沙拉教官 那邊的指示比較好吧 你們怎麼這麼垂頭上氣啊 沙拉教官說過了 盡情煩惱 想想自己到底該做什麼事情 盡情的煩惱吧 你看你們 你們兩個人超煩惱的 那麼 不就是 這個時候了嗎 唉唷唉唷 他們 三個人也頓悟了 靈光乍現 又有一道閃光 閃進他們的頭腦裡了 你看這樣 砰砰砰 嗯 唉唷 忽然無言點點點 原來如此 講了這句話就被炸現了 真還假的啊 我才不信咧 的確 這有可能是特別實習的一環 哪有可能 故意倒毀兩個攤位 讓我們去特別實習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雖然有點不安 但是由我們自己來做吧 建議不為 無永也 是嗎 呵呵很好 我也贊成你的話 你們幾個 也對 為了大事及使用者及傷人的安全 如果都說到這個地步 那我就拜託你們了吧 謝謝你 我們會非常努力的 但是 注意不要太過深入喔 畢竟這個會 趁晚上引起事件的犯人 不知道是什麼危險人物 我負責照顧你們 要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很對不起 凡代克先生 好的 我們會小心了 應該 我應該 我應該是最應該小心的人吧 既然 這麼決定 越快越好吧 我們馬上去調查事件 我們要當柯南了 我們要當柯南 走了走了走了 準備好我們的麻醉槍好不好 嗯 毛利小五郎在哪裡 好了 該從哪裡開始呢 我想在大事集發生的事情 打聽一下消息吧 嗯 應該不會錯的 尤其是傷害傷人 我想再問問他們兩個人 詳細經過 也對 現在他們應該差不多冷靜下來了 喔 我們要問案了 我們要問案了 久力聲公平出動了 我們是檢察官是不是 也必須 查清楚 那兩個人是否真的都不是犯人 但是 也不能太悠哉呢 不過 錯過最後一班地度列車之前 可能無法 無法在今天之內回到學園 今天早上接受其他的委託 也希望盡量完成 嗯 總之只能請著 多跑一點地方了吧 最後一班列車是在今晚九點鐘左右 在那之前 我們要盡我們 能做的去做 嗯 嗯 了解 所以 所以走吧 先去大事集 大事集 問問這些 問問這些人 欸 這裡有一個驚嘆號欸 你有什麼事情嗎 問一下 不好意思 你是 愛奇力嗎 嗯 你該不會是 我們是 托爾茲軍官學校的學生 因為 你 這裡提出了委託 所以我們過來詢問 好的 總管說是學生 就去 就是你們了 那麼 昨天我在檀位前面撿到的錢包 是主持之沒有出現很大的傷口金 可以的話請你們幫忙接受委託嗎 好啊 接受委託 好啊 包在我們身上 MN